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半天之前 他们不知道喝酒 半天以后 无所事事把枪也没收了 无所事事就整天喝酒 喝得非常厉害 头一个死就喝一喝 已经死了 拔了 全都麻了个别喝就喝死 他们内心痛 我没事的话 我也得喝死 他们的语言是 我直接了当地跟你说 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失去了一切 就面临消亡 喝 喝死 垃圾不倒了 这死便是悲痛 你刚才听到的是猎人为家 对自己的族人 也就是北方狩猎民族 鄂文克族酗酒现象的一段悲痛自述 而节目最开头的口弦琴 是敖鲁古雅 鄂文克族的酋长玛利亚索弹奏的 300年前 玛利亚索的部族赶着驯鹿 从西伯雷亚迁徙到了大兴安岭的西北路 今年8月 玛利亚索去世 终年101岁 中国也失去了最后一位女酋长 滥用的酒精 失落的认同 驯化的文明 正如维加和族人所说 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而今天的讲述者 独立纪录片导演顾陶 从2004年开始 跟踪拍摄鄂文克族8年 留下了珍贵的 同时也是最真实震撼的影响 随直入戏 深度沉迷 欢迎收听今天的随直入戏 我是顾陶 纪录片导演 我是顾陶 野画画 之前拍过奥鲁古雅 雨果的佳琪 还有这个汗大汗 一直关注北方少数民族 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 精神状况 这里是由故事fm出品的内容种草栏目 垂直入戏 在每期节目当中 我们会向你安利一部 我们喜爱的一部作品 或是一位创作者 在独立纪录片界 顾陶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因为不在乎技巧和规则 他的片子有一种标志性的粗糙感 但如果你看过他的影片 相信你一定会被他对北方故土的热爱 对森林的敬畏以及对人的关怀出动 当然没看过也没关系 在聊顾陶的作品前 我们会先聊聊顾陶这个人 顾陶很有意思 他在北京的郊区宋庄租了两个农家大院 四大乱建了两个蒙古包 今天的节目就是在那里录的 顾陶维持着一种原生态的生活 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精神一点也不内耗 他甚至连块镜子都没有 因为用不上 我想这也是从某个层面说明 他已经不再依赖外界的参照和投射了 但是作为棋林后 顾陶实际上成长于一个剧烈变化的年代 在35岁遇到纪录片之前 他也因为迷茫焦虑度过了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 在今天的节目里 顾陶跟我们聊了聊 自己年轻时代的荒诞往事 以及他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如何又转身向山里走去 我们家呢是在一个西山的脚下 那个西山呢我小时候就感觉 它是一个粉色的山 在一个春天 那个山上有开满了那个叫硬山红 我们经常去那野游 还有那个时候山上有很多裸露的那个棺材 我们的十来岁的小孩 我们还这个叫桃园三结役 怎么结役呢 先蹦棺材 先看谁胆大 谁当大哥 老二老三老四 到我蹦的时候 那个棺材里头 那时候都是故去的人吗 我就一脚就给踩下去了 就是他那个 哎呀那底下那个尸骨啊 这个什么 我就找半天爬上来 但是你还得面不改色啊 要不你就得当小弟了 我说的那个 我们那个西山再往里走 就是森林了 几百公里范围内 那就是过去北方的这个三少民族 俄伦春族 俄文克族 达沃尔族的猎场 狩猎的这个家园吧 他们的家园在密林深处 我父母其实都是在工作 我父亲是在这个镇上的文化馆 作为美术 66年吧 那时候叫枝园边疆 他就自己选择了来这个地方 因为他小的时候就看过一个画报 那个画报就是这个封面说的 一个红红的大脸盘子 一个红脸大汉 骑在马上 手拿钢枪 戴着是那种一个瘦脚帽 在森林里 就一直这个记忆在他脑子里 他后来知道这个就是森林的狩猎民族 俄伦春族 他就觉得他应该来这去工作 我父亲呢 也是长头发 留胡子 年轻的时候 愁得烟斗 挺酷的 但后来他基本上都是这个光头了 因为他们就要钻那个森林子呢 树林 我们那叫夏乡 夏乡就是去村的那个猎民呢 他们就要每年都要出去这个狩猎 所以就在森山老林里生活几个月 最长也有两个多月三个月的时候 完了回来甚至可能就又走了 有时候他是能带回来那种带枪的人 手枪 着轮子 对我还见过一次 那就后来我知道 这就是俄文克族的头人吧 他就跟那个人喝酒 两个人眼睛都这个红红的那种 我就爬那个门缝看 我觉得那个 哎呦 有枪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这个男人 山吸引着还是孩子的顾桃 也吸引着顾桃的爸爸顾德青 他们踏在同一条近山的路上 却没有同行过 这两条路要在30年后才会重合 在顾桃18岁离开家之前 他和父亲甚至是敌人 在顾德青看来 时代变化太快了 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 衣食住行精神状态 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顾德青一开始是画他们 当他意识到画画速度追不上变化速度之后 就改用了摄影 那是80年代 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 但顾德青就已经从北方列民生活的变化当中意识到 这会是个打磨人的时代 所以在放任顾桃被时代打磨之前 作为父亲 顾德青要先把儿子锤炼结实 他是不太宽容 所以我很紧张 就是我一直觉得这童年过得很恐怖 我们家都有半字舵 所谓的半字舵 就是到冬天要取暖生火生炉子的 我爸就 因为他经常不在家 但走的时候都给我布置作业 他说你要画多少张画 你要写多少字 完了我记得我就玩 我姐就在半字舵上 半字舵都这两个人高吧 他就在上面 他就喊 爸回来了 我就赶快听到声音 我就像狗似的那种 就穿到屋里 拿起笔 脑袋还有汗珠呢 就是都是在一个挺紧张的 被父亲管树下的 所以我愿意去别人家玩 到谁家都十来岁 我们就开始喝酒 大人也不管 我们就很开心 喝多了 我们一躺 被找着的就得揍一顿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恐惧加憎恨 感觉要逃离这个家就好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离家出走的经历 就是我还真有过上高一的时候吧 终于有一天实现了这个离家出走 和我的另外一个同学跑了 应该是85年还是86年吧 有一天我一个同学就跟我说 咱俩离家出走吧 我想我也正有此意 那就一起走 我说那我们去哪 咱们先去加格达齐 其实加格达齐离我们的就是30多公里 但是当时小的时候就觉得很远 我们都是逃票 躲在那个车座底下 反正车座底下全是别人的腿嘛 就都给挡住了 然后就发现我们这个吃喝一顿就没钱了 他说你就到市场你就跟着我 其实就是要偷东西 他找到一个风衣摊 那是最贵的那种摊 他就让我跟着老板搭讪 但是我说余光就看他 手里捧着一骡子 像那个托牌似的 就是插车 就把手就托起了平行的就走了 那时候我就腿就一下软了 我说哎呀真正开始步入小偷的行列了 这个一看他走远了我就迅速的跑了 卖了一件挣了35块钱 完了剩下的我们就被抢了 我那个伙伴他又去投面包 我们就被抓了 抓了就给把我们靠在这个火车站的这个派出所 哎你们这么小就出来干啥呀 要混社会呀是什么 一会给你们送上车 家长在那边接 就是可能跑出来算是三五天吧 我想完了真是得爱顿揍了 哎呀我就想等着这个挨揍还没挨上 但是半夜呢我发现这个就有人翻我的 这个给我翻身 其实就是我爸和我妈看着是不是挨打了 找找伤口什么的 翻过来掉过去的 然后第二天是哎我床边有一个这个 红色和黑色的格子 一个衬衫就当时是很好的那种衬衫的 没骂我也没打我 现在看来他对我的那种教育的方式啊 到现在呢40岁以后呢 哎我又开始感激我父亲了 如果当年十几岁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影响 那就自然的成长呢 那你最后就是小偷 你就在哪条道上都是人生嘛 就像我小的时候呢 很多玩伴 伙伴也有这个 把人打死了自己进监狱的 也有这个被打死的 有喝酒冻死的 在那个时代和在那个时代一直成长的人 最后也都是在那个时代被消化掉了 我记得那是冬天很冷的时候 我父亲他那时候办美术班 办完班了 回来我就跟着他后面 脚踩着那种已经那个石上那个血啊 他在前面我在后面 他说长大你想干什么 所以我说孩子的那个回答呢都不真实 都是为了迎合大人的这种需要 我说哎呀那我得画画啊 我爸就嗯 嗯就是都迎合嘛 全是变 到了88年 就是18岁的时候 我父亲跟我说 他说画画呢 这是你可能要走的路 我就是这个现在就是教不了你了 我得花钱让别人教你 所以我就选择了去这个哈尔滨学画 等于是离开家了 红年时期父亲的锤炼化作了顾桃应激的一句谎话 他说他要画画 不过这个时候他还不只是一句谎话 因为18岁那年在顾桃终于有机会离开家之后 他没有包袱性的放飞自我 而是依旧在外面学着画画 准备高考 青年顾桃的世界观在迅速膨胀 一个比父亲更大更远也更严厉的世界 将在他面前展开 就是92年去过一次北京 这个很清楚 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吧 北京有多大 在北京的人都在做什么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 那时候这个王府井只有一个 只有王府井有一个麦当劳 听说哎呀这麦当劳是好吃啊 瞎溜着一看 这不就是麦当劳吗 好多人在排队也很拥挤 我一看那个条幅上写的4.27 这卖4块2毛7 但是也很贵 但是我觉得能接受 因为兜里有10块钱 这个大家都传说这个麦当劳 我这得吃一下 再回去给他们讲啊 麦当劳是什么 等我挤进去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背一个画夹子 直冷把翘的那个 挤进去我说 要一个4块2毛7的 那个服务员就 忙活别人就不理我 我说同志 我说要一个4块2毛7的 人说什么呀什么呀 你看一下4月27号 哎呦我再一看那个条幅 写的是4月27日抽冰 哎呦我 但是我已经挤进来了呢 我就说 哎呦这硬的头皮说 那最便宜的多少钱呢 这 这说16块8 这我印象特别深 哎呀要16块8我就吃不起了 我就又兴兴的挤出去啊 所以出来都有一种 比较胆怯的那种心理 或者是一种卑微的那种心理 从1996年第一次离家出走偷东西 到1992年没吃上的这顿麦当劳 外面的世界交给顾桃的第一件事 就是钱 顾桃在仓促长大 时代也在经历巨大的变化 这变化有多大呢 从1988年开始 顾桃考了4年大学 考到考试都现代化了 英语实践都已经标准化答案了 光天ABCD就行 终于1992年 顾桃考上了内蒙古艺术学院 毕业之后 顾桃赶上了中国装潢热潮 从酒店到个人家庭 新时代人们对于个性化的装潢需求大增 看身边同学很多搞装潢能挣钱 顾桃也就随大溜的开始搞装潢 他挣上钱了 挣的还不少 如果当年顾桃坚持做下去 现在他在宋庄搭建的 估计就不止是蒙古包了 那他为什么没有做下去呢 挣了钱 大家就吃喝造 那时候我们在96年97年 就256岁267岁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给人一个大酒店 还有做一个牌匾 那可能就是把字一句 拿泡沫板一沾 再把它这个什么耍上漆 那时候可能就得整整 2000多块钱 那时候工资可能一个月才几百块钱 那我们的一个活 两三天就干完了 那干完了这个钱挣得容易 花的也就比挣得还容易呢 就是这几顿饭 一请客就干掉了 完了之后就是99年 就开始北漂 北漂也是无意来北漂 因为一个朋友 他接个活是到北京 给人搞一个装修 我们就都喜了糊涂的三四个人 就从胡适来北京了 那时候带着五万块钱 哎呀那五万块钱 那时候就太多了 应该像现在的至少的五十万吧 所以我们就 一下火车就开始这个消费了 一人先买一个皮夹克 当时七八百块钱 是北京那个走街的那种 挑的担子卖的那个皮夹克 但是看的挺带劲 一穿上 后来那个山味就是一直下不去 完了什么 我们那些伙伴就问 老顾你想吃啥 我说麦当劳 最后我们 我吃了五个汉堡 巨无霸 后来我就觉得脑袋都晕得 报仇了 马上开始干活的时候 钱花得差不多 我们就顾不起工人了 最后那个工程就没验收 就验收不了了 我们就赔了 带队的都解散了 完了他们就都回忽视了 我就想这北京挺有意思 和我们内蒙完全不一样 内蒙就是喝酒的 不喝酒的 就感觉这两种人 到了北京呢 接触的人都很丰富 那时候我住在这个亚运村 那时候安徽北里那个地下室 你想我们那个地下室有写剧本的 有玩摇滚的 还有那个小姐 还有这个理化师 这个就是有趣 我说从地下三层开始住 住到地下的负一层 能有这个二十公分的 这种横的这种窗户 因为一半的上面一半在地下 我能开始有呼吸了 把那窗户一打开 手机也开始有信号了 这个能看到外面的 坐着谈恋爱的年轻人 这个坐着一个长椅上 脚在那互相的踢啊 我趴在那个窗台上 就是等待别人给我打电话嘛 等待那个信号 就看在外面 像看电影一样 就是到了北京呢 这个虽然是大家住的地下室啊 但是整个我说就是北京的那种空气中 他弥漫着一种跟文化和艺术有关的这种呼吸 北京之行没赚到钱 只给顾涛留下了一身皮夹克和艺术的空气 但这足以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留在北京 皮夹克不能每天穿 但艺术的空气却满大街都是 顾涛干够了盲目赚钱的活儿 不再搞装潢 他想搞艺术 但是从何搞起呢 不管在什么时代 不管对于谁 艺术和生活总是一件很难两全的事儿 那个时候顾涛住在北京的地下室 很快就没钱了 他决定开始搞摄影 但顾涛没有要表达的主题 不知道拍什么 拿起的摄像机最终对准了工业PVC管和时装 顾涛最终还是干起了商业摄影 追寻艺术的路就这么又岔开了 这也让顾涛经历了青年时代最大的痛苦 90年代中国社会对于成功的想象 已经统一成了挣钱 可顾涛对于成功的想象是挣有意义的钱 他身上有一种矛盾 一方面他试图找到意义 但另一方面身处止醉金迷的时代 面对阶级差异 他心里又有物质怨恨 这个时候有趣的地下室也变得面目可憎了 你看刘欢是在我们那个租的楼的十一楼 因为我们每次也能看到就唱歌的那个刘欢 那时候很有名 他是走穴一回来 他就先把车停好 完了拖着自己的箱子 点一根雪架 瞅完眼词再上去 我们都跟一帮小老鼠似的蹭蹭蹭往地下转 所以我说 其实人本身都是矛盾的 不是说因为不想挣钱 因为也想挣钱 但是你要挣什么样的钱 那时候我开始思考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挣钱我也不想做了 甚至我搞摄影开始自己去生存的时候 哎呦记得那年01年吧 那一年就挣了两万块钱 但是也还是很空虚 就是它不是你的事 所以那时候挣钱了 我确实是更紧张了 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时候 又开始干上这个商业摄影了 但是又不是自己喜欢 期待的那个跟艺术有关系 跟艺术没关系 我说25岁到35岁这个之间 就稀了糊涂的吧 比较无序 我们还有点理想 这理想又不知道是什么 画画呢我又坐不住 但是还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喝酒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最凶的 但是整个那个时代也是 大家好像都沉浸在那种酒的海洋里似的 哎呦记得我同学 他们开的这个宝马呀奔驰啊 穿的拖鞋 这个我们喝完酒 就跑在这个王府井大街上 我说哎呀这风一吹 我觉得这个很浪漫很牛逼 这样的活着 打着酒鸽 等待下一场酒局 这个每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发现我还得回到 我的那个地下室 仰望天花板 还是很孤独 还没有自己的一个能够形成的一个事 就我自己还不明确我自己 这个三十多岁应该做什么 醉的次数是越来越多 但是酒醒之后的那种空虚也是一次比一次更空虚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外面跟那个工学啊朋友这个喝多了 回家就特别热喝完酒特别热 而且是大夏天的 我就把这个冰箱的那个上面的那些什么大酱啊豆腐啊这个剩菜都拿出来了 把脑袋伸进去了 就觉得那个特别凉快 但是呢这个因为时间长了 后来我那个媳妇把我这个从头从冰箱里拿出来 头发上全是白气冒的白气 啪啪的给我两个嘴巴子打醒了 哎呀那时候酒后有好多这种事 还砸过自己的头 我们喝完酒大家谈论艺术 我觉得这个艺术他得谈不出来 我不会伤别人的啊 只会自产 就是拿这个空的啤酒瓶的 就是一下就砸脑袋上了 现在这个太阳穴有一个挺深的一个瓣 那次差点没死了 满地是雪 就是拿拖布去挤出了半脸盆的血 到医院那个也没有打麻药就风筝 哎呀那次的这个 现在想想都很害怕 也不是痛苦 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无所事事 要真正的痛苦那得真正的自杀 今天再面对青年故逃的这些迷茫 我们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在那个年代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带来大众思想的震荡 中国青年杂志上曾经刊登了一封讲青年人困惑的长信 标题叫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没想到这封信竟然由此掀起了一场持续了半年多的全国大讨论 有超过六万的中国青年来信 他们想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 沿着这样的脉络 顾陶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迷茫 但却还是得继续向前走 顾陶还是干着摄影 他拍了很多草原的照片 编辑的评价是有点装饰性 但也是在这样一个年代 中国的独立摄影和纪录片蓬勃发展 顾陶看到了刘征、吴文光、贾展科的作品 他们有人关注权力 有人拍监狱 有人专注公共表达 顾陶决定沉下信赖 回到自己的本能和直觉 这个时候他想起来 他的家在山里不是草原 他为什么要一直拍草原呢? 所以这个时候 到2002年我就回了趟大县岭 那时候我已经有四年没回去了 不像一年或者四个月半年两年 这四年这个变化就大了 所以我一看到我父亲 背也脱了 腿也弯了 这个头发也都白了花白 我觉得那个时候开始挺难过的 这时候我就看到了 2000年出版的我父亲的那个书 叫《列明生活日记》 虽然我是上初中的时候 还帮我父亲整理过他这个日记 但是那时候是没看进去 这时候我反倒能看进去了 因为这个18岁的这个离开家 到32岁的这个再回来 那个书就给了我一个新的一个感受 看完了我就家也待不住了 我就特别想去我父亲拍过的这个地方 去感受一下我父亲20年前的这种状态 给他见见他的老朋友 所以我就带着一个相机 初二的时候 去了这个奥鲁古亚 森林迅路猎人木头房子 曾经父亲照片里的这个童话王国 又一次在顾桃的眼前显影 顾桃带着父亲的介绍信 准备重访列明 信上列了很多俄氏的名字 有马克西姆 有马里亚索 但等顾桃到了才知道 信上这些人很多都已经死了 只有女酋长马里亚索还活着 顾桃拜访了马里亚索山下儿子的家 顾桃去的时间非常巧 厄文克族原本就是住在森林里的 他们按竭令狩猎 饲养殉怒和自然和谐的相处着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 外来的盗猎偷伐开始增多 再到了2003年 盛泰移民开始 所有厄文克族人必须下山 并且商交他们世代握在手里的猎枪 正是在父亲记录的童话王国 即将消逝的前夕 顾桃来到了厄文克族 位于山下的定居点 奥鲁古亚 这马里亚索在呢 但是他不在这个山下 在山上呢 我当你去他儿子家 就在他们家开始聚会 人越来越多 因为那本身外面去的人就少 所以我父亲在那几年 他们还都能成为这个朋友 就是即使没见过的也都知道 我记得是一个茶缸轮子喝酒 轮圈的 这边喝完酒就开始痛哭 因为第二年他们就要叫生态移民 驯鹿要下山 人也下山 猎枪上交 就等于完全是把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态给打破了 即将来临的是真正的变化 我说哎呀 这么有一种悲情感 我只能是观察 只能跟他们这么喝酒 但是这个客厅呢 我看这有两个即将退役的这个猎犬 这发情正在交配 喝酒碰撞 哭泣 交配 发情的这个 哎呀 这森林里的这种生命感 悲伤 激情 都混杂在一起 我说要用一张图片是拍不了的 我说哎呀 如果是一个动态的 应该像纪录片一样的 记载他们现在的生活 就那次是 可能算是我开始 我自己开始要转变了吧 当然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为了搞到拍摄设备 顾桃跑去杂志社工作 结果又蹉跎了两年 回想自己18岁后的人生 顾桃觉得 要等到有钱 有设备万事俱备了 才做想做的事 那恐怕他得等到死 于是2004年 顾桃一狠心 进了一台掌中宝 就开始了他的纪录片生涯 顾桃在北京挣钱 今天挣了3000块钱 就直接钻进大型蓝领拍摄 等他把钱花完了 再回北京挣 就这么反反复复 顾桃拍了鄂文克族整整八年 你可能会好奇啊 顾桃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他怎么能认定 这就是他要做的事呢 顾桃说 这是一种本能 当身处森林 他觉得找回了自己的呼吸 当面对这里的人 他感受到的是最淳朴的真实 顾桃跟我们简单讲了三个 厄文克人的故事 第一位就是节目开头你听到的维加 维加原本是一位厄文克猎人 进猎之后 他失落悲伤 经常在酒后靠寄星作诗 来怀念狩猎时代 第一次见维加呢 我觉得他长得很生动 鼻子是塌塌的 眼睛很小 但说话很有趣 而且他上山的这个经历 也是有意思的 最早因为他是有工作 他工作是在奥鲁古亚的这个收容所 反正是没判刑的 违法的这个就关押犯人 而且听说他这个 一看里头有 厄文克组 有他的这个民主人 他就拿钥匙 开这个劳门 就给人放出来了 给放出带他们吃饭去 因为他觉得那里头伙食不好 领导那所长就不干了 说那你不能干这个工作了 你就看电话吧 110就一报警 就电话响 所以他电话一响 他就烦的就给压了 最后他这个 索性他把那个电话线就给拔了 自己在那喝酒 他一看这电话也不接 那你去烧锅炉吧 他就觉得 哎呦这是没有尊严了 因为他不是一般人 而且这个北方民族 他本身的天性里 就是有一种自由的 无拘无束的这种在身上 但是他们的规则 我觉得是体现在 他们日常生活里的这种 比如说狩猎 母的不打 谈恋爱的 发情期不打 得繁殖后代 所以这是他们的规则 但你说给他放在一个单位里 按照那些规章的去做 这些东西他是做不了的 他就上上午 还是做猎人去吧 当然他就不想被收枪 他就抱着枪跑森林里 最后鼻子眼睛跳到一个沟里 但是没摔死 挂到树上 完了这个生态移民之后 他在森林里就没有枪了 他就开始喝酒 喝酒也是酒精中毒 我看他 有时候就在篝火边 一动不动都待两三个小时 一碰的他说别动 我在看火里的猎人 他就在火里能看到死去的那种猎人 沟火他是从远古时代升起 一直为恩客人的文化燃烧的灿烂 现在社会进步了吧 说的文化消失了 社会进步了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带来一个悲惨的世界 如果有工业文明事件的警察 项目开箱 那就开箱吧 我觉得满脑子都是过去狩猎的那种影像 在他脑子里 所以他更是活在一个过去的状态里的人 他总是说没有猎枪我就自杀 但在17年他真的是自杀了一次 在那个山上好像一帮人喝酒 他就又出现幻觉了 拿了一把猎刀走出很远 他就像日本人的那种抛肤 从下往上拉了一刀 又横着来了一刀 这是后来我去医院去看他就说的 他说我划了两刀之后 看那个云彩就变成了一个人 云彩人 那云彩伸出了一只手 要拽着他 他就怎么都够不着 抓不住那个手 最后就太阳落下了没死 越了上来了也没有死 他就觉得特别冷 他就失血过多了 他就往回走 一回去他就捂着那个肚子 别人以为他找酒去了 找到酒 一打开肚子 他那个肠子都露出来了 完了就赶快给他送医院去 据说那个医生说了 如果不是森林里长大的人 命就保不住了 森林让维加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却也让他止不住的酗酒 这不是特例 整个鄂文克族和鄂伦春族的非自然死亡率 几乎是中国少数民族当中最高的 而这些非自然死亡有超过八成和酗酒有关 在顾陶的纪录片里 酋长玛利亚索的儿子和谐 对维加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老熬香到现在喝死了多少人 不是那个喝法 你那么喝不对 可是我们也应该承认 看着自己的世界和文明一点一点的消失 却又无能为力的时候 酒精还是有作用的 要有枪他就能够出去打猎 这一部分失去了 这只能用酒来替代 这个酒能让他回到过去的狩猎时代 人的活着还得有一种活存在的理由 那就更多开始酗酒 虽然过去他们也喝酒 但那是和再次上回到森林是不一样的 你和我也是喝酒的人 但是我在想象 如果我不喝酒 我去了这个森林能待多久 因为那个森林实在是太寂寞了 只能听到这个鹿铃的那个 铃铛铛铛的这个声响和这个 树叶被风挂动的 其他的就特别特别安静 一安静下来人就寂寞呀空落呀 酒就变成一种日常 喝到什么程度呢 喝完拉倒 所以我们要尝酒 就像有一个哈尔滨的一个 专门是研究驯鹿 他上去也要带几瓶酒 但是发现喝酒太猛了 带几瓶就喝几瓶 他就把这个酒给尝起来了 跑到哪棵树上给挂到树上去了 他三天过后就怎么也找不着 挂酒瓶的那棵树都找不着了 最后一看被这个柳霞给放倒了 拿这个玩巴子锯给放倒了 因为他爬不了树 这个就把树给锯了 刚才顾陶提到的柳霞 就是第二个故事的主角 柳霞是维嘉的姐姐 他还有个孩子叫于果 柳霞生了孩子两年之后 他的丈夫就不慎掉到山沟里摔死了 之后柳霞一直酗酒 于果的姥姥担心柳霞总喝酒 没有能力抚养于果 就在于果六七岁的时候 把他送到了无锡的一所希望学校 所以柳霞在失去丈夫之后 也不得不和孩子分离 那时候我去04年 他已经是圆脸胖胖的 完了眼睛就给挤得像一条缝似的 颧骨很高 但很可爱 腿是弯的 偷别人的酒 被人给打了 最后腿里还有两块钢板 柳霞呢 哎呀我的感受 她是一个森林里失忆的母亲 充满诗情画意的那个事啊 不是失去记忆 因为他所有的这个爱呀 其实都在他儿子上 但是他儿子又不在身边 他就把这个爱转嫁到日月星辰 他说给这个儿子起的俄文克名呢 叫喜温 喜温就是太阳的意思 所以他是经常是喝完酒啊 就在那个帐篷里躺着 被那个夏天那种烈日照赛的 脸上都感觉要冒油了 但是他也不离开那个太阳 就觉得那个是他的儿子在看着他 有一次我拍的 我就泪流满面了 他一烧过了一倍身 那个就不会被赛到 但是他就是一直会在那个阳光下 那么刺眼那么热烈 太阳是我的母亲 月亮是我的父亲 星星就是我的儿子 我喜欢太阳 因为他给我温暖太阳 太阳啊 小狗暗大 呼一阳啊 他一喝酒他就会说起他儿子 他说 哎呀小雨果啊 你就是我的太阳啊 你什么时候能张开你的翅膀回森林 让我能拥抱你 爱你 就是喃喃自语吧 在森林里很多都是会这么的喃喃自语 在城里要喃喃自语 你觉得这是神经病 在那种寂寞的森林 那种久后的森林 都是在自己在对话 作为森林里的母亲柳霞难受 顾桃拍的也难受 顾桃决定找个机会 把鱼果接回来一阵子 至少让他有一个假期的时间 能和母亲和森林待在一起 这就是顾桃讲的第三个故事 鱼果的假期 当我发现这个带子跟鱼果呢 越往北方走的时候 我说越接近大县林 越接近奥鲁古亚 越接近他母亲的时候 鱼果真的就开始有变化了 他这个不碎窝铺了 碎在地板上 尤其是我们在 有个叫加格达奇 我带他吃那个叫瞎不瞎铺 他就问我 这生的能吃吗 我说能吃啊 想吃就能吃 他就直接拿那个生的肉 就放嘴里了 感觉那种骨血里的 猎人的气质 慢慢的苏醒了 特别巧 他妈妈也是在山下的定居店 也是喝了酒 正要去一个邻居家 正弯腰要过那个栅栏的时候 发现鱼果回来了 柳霞当时就惊呆了 就不知道是怎么去抱他呀 还是亲他呀 还是这个 哎呀 就是那么看着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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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 你啥时候回来的困难 刚才 跟着了的 嗯 哎呀 跟着了 哎呀 哎呀 我的儿子 我想你了 你想我 哎呀 妈妈 我是你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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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我高兴 但是 柳霞抱住他的时候 就摔倒了 就摔在地上了 完了 鱼果说 哎呀 妈 你又喝酒了 又喝多了 柳霞就赶快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个是高兴过度了 他说 我没喝酒 没喝酒 哎哟 哎哟 快去过度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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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我吗 嗯 啊 他不想了 嗯 别把我忘了 不会的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嘿 09年的整个是 那个寒假 包括过年 都是在山上过的 柳霞是 我觉得那一年 是最温暖的一个年 但鱼果还得必须走 他就学校也要开学了 最后一离别的时候 那柳霞就是非常不舍呀 就是一直在外面 告别不了的告别 车走了 他非常失落 就去抬头 看了一下天上的那个太阳 车也远走了 那个太阳也远离了一样 那是作为我那个鱼果的 假期那个片子的结尾 回到节目开头所说的 滥用的酒精 失落的认同 驯化了门鸣 其实从社会学 人类学的角度 你不仅能从顾陶的影片里 看到北方少数民族 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况 和精神状态 也能在对比当中 反思作为主流的 我们自己的生活 看到现代化的粗暴和阵痛 但顾陶只是平等的 关怀地记录着 不拔高也不隐身 你要问这些人和事 如何化解了顾陶的迷茫 它们有什么意义 和你有什么关系 尤其是你还想听顾陶亲口 说出这些高无见领的话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建议你 还是自己去看看他的纪录片 看顾陶的纪录片不要钱 你可以直接去 宋庄的蒙古包 找他一起看 他会很欢迎你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故事FM出品的 内容种草栏目 垂直入戏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林峰制作 声音设计丧全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